哈囉大家好我是音樂家 歡迎來到音樂家的頻道 這是一個音樂愛好者、音樂學生、藝術行政或音樂行政工作者最佳的英文學習平台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我最喜歡的音樂要素、節奏相關的英文用法囉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 節奏、節拍這些音樂要素就是時間上面的安排 就是音樂裡面針對時間這個特性的安排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專研音樂的其中一個要素 節奏這個概念裡面有哪些英文用法 今天都會一一的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這個頻道 簡言之或就是分享語言學習跟音樂 以及這兩個交集的跨領域結合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音樂家的頻道 也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 到我的社交媒體或是官網上面去逛逛 今天的音樂課會圍繞在節奏這個主題 會分成四大部分來講解 第一個就是節奏的定義囉 再來是拍點 然後節拍 最後介紹各種音符跟休止符的長度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是定義 節奏的英文是rhythm 定義就是the time aspect of music 有人都說音樂就是時間的藝術 那節奏就是音樂在時間維度上的表現 再更延伸下去 節奏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the pattern of movement 因為動作形成一個固定的模式 我們就稱它是節奏 那我們先看例句 這個字要怎麼用 比如說 我們常常在電視或偶像劇裡面看到新電影上面跳動的心跳 心跳的節奏就是rhythm of a beating heart 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句 All the people in the party dance in that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TS rhythm All the people in the party 是這個句子的主詞 那個party上面所有的人他們都怎麼樣 Dance in that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TS rhythm 是一聽就認出來的BTS的節奏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搭配rhythm有哪些常用的用詞 比如說呢 鼓的節奏我們可以說the drum rhythm 或者是古巴風格的節奏你可以說Cuban rhythm Cuban形容詞加上rhythm 又或者是說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節奏的延伸意嗎 一個動作所形成的一個模式 比如說我們醒著跟睡覺所形成的一個生理時鐘 就是一種生活的節奏 生理時鐘的英文是circadian rhythm 跟節奏相關的另外一個大面向就是拍點beat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beat beat是節奏的單位 節奏的單位 這裡的pulse是脈動的意思 心跳脈搏的那個pulse 我們要說幾拍幾拍就是用beat這個詞 另外呢beat也是律動的意思 律動就是the underlying rhythmic pattern of a song 在聽到一首歌的時候 你可能身體會跟他一起去點拍 不同的歌都有不同的律動感 所以有的律動是比較緩和的 有些律動就是有精神強烈速度比較快的 所以不同的律動造成的情緒感覺也不一樣 所以這樣子讓你打得出拍點的 這樣子的感覺叫做律動 那在英文裡面就是beat beat呢有比較重的也有比較輕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重音 比較重的呢就是accent accent是重音 a stress or emphasis that is placed on a note or beat 在一顆音或是一個拍子上面呢 被加重了或者是特別強調它 用任何方式特別強調它 這個音都會聽起來比較重 所以變成一個重音 重音就會造成拍子變得比較強烈的感覺 這個拍子比較重比較強 所以我們說強拍就是accented beat 就是strong beat 那弱拍呢就是沒有被放重音的拍子 所以是an accented beat 也就是weak beat 比較弱的拍子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哪些歌曲裡面用到beat這個字 比如說Justin Bieber的beauty and the beat 他在歌曲的title上面就用到了這個字 beauty and the beat 他是play on word beauty and the beast 但是他要改成beauty and the beat 愛音樂的才子 當然旁邊一定會有一個給他靈感的一個 謬思女神這個美人beauty 那在歌詞裡面呢他寫到 all I need is a beauty and a beat who can make my life complete 怎麼唱呢 is a beauty and a beat who can make my life complete 另外一首歌是Hillary Duff 是younger年輕一代的女主角Hillary Duff 比較早年當歌手的時候的一首歌的歌名 beat of my heart to the beat of mine to the beat of mine to the beat of my heart ok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beat的延伸 the meaning of beat in contemporary music beat原本的定義是比較嚴格的在講拍點這件事情 但在當代音樂裡面的beat被延伸了 contemporary rap music has given rise to another meaning of a term beat here the entire musical content apart from the vocal is considered the beat 所以在現代的流行音樂裡面已經把beat的含義 再更擴大一點 饒舌音樂裡面只要是不屬於人聲部分的其他的音樂部分 都叫做beat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兩個跟beat有關的流行音樂 音樂裡面的用詞 這兩個是相互有關的 一個是mercy beat分成兩個字 另外一個是mercy beat一個字 mercy beat它其實是在1960年代的音樂報紙 a pop and rock music newspaper covering the Liverpool music scene in the 1960s 那mercy beat合成一個字之後呢是用來指射 a rock and pop music sound that evolved from Liverpool and areas around the mercy river in the early 1960s 在mercy river這一個區域附近發跡的這些樂團啊還有音樂 以及後續受到這種風格影響的那些作品我們都叫它mercy beat 講完了拍子我們先要講meter meter是節拍 the division of music into measures or bars each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beats 音樂呢分成一個小節一個小節一個小節的 那每一個小節都含有一定數量的拍子拍點 a simple regular recurring pattern with a pulse of accented and unaccented beats 節拍就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律動 那這個律動呢是由強拍以及弱拍所組成的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節拍有哪些種類 基本上節拍可以分成簡單的跟複雜的 簡單拍子單拍簡稱為單拍 複雜的拍子複拍 單拍的英文是simple meter 複拍的英文是compound meter 在單拍跟複拍裡面呢又再細分成不同單位的拍子 如果一個小節裡面有兩拍的話就叫做二拍 一個小節裡面有三拍三拍子 一個小節四拍四拍子五拍六拍七拍 不同的拍子所帶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二拍子有二拍子的感覺 三拍子有三拍子的感覺 四拍五拍六拍七拍 又各自有它自己的風格 它的韻味它的律動 所以節拍是設定風格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表格裡面所有的拍子種類 在這支影片我們沒有辦法細節的去介紹各種拍子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的話可以留言給我告訴我說想要了解 這樣子我們可以用另外一支影片來說明 不然這支影片會超級劇長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單拍裡面的二拍子 我們又叫它simple duple simple duple裡面呢可能最代表性的就有二二拍啊二四拍啊二八拍 簡單來說二二拍就是我們會從下面的數字開始看 以二分音符為一拍一個小節有兩拍 第二個二四拍則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一個小節有兩拍 那二八拍以此類推就是以八分音符為一拍一個小節有兩拍 單拍裡面的三拍子律動 simple triple simple triple 例如說三二拍三四拍三八拍都是簡單三拍 簡單四拍就是simple quadruple 比如說四二拍四四拍四八拍 其中又以四四拍最為常見 簡單拍子單拍裡面的五拍子 simple quintuple simple quintuple 比如說五二拍五四拍五八拍 五拍子也是相對比較特別的一種節奏型 那通常會有二加三的律動或是三加二的律動 OK進展到六拍 單拍裡面的六拍我們叫它simple sextuple simple sextuple 六拍子你可以唸sextuple sextuple 你也可以唸sextuple sextuple 比如說六二拍六四拍六八拍 那這裡的六八拍跟副拍裡面的六八拍是不一樣的喔 就是你真的要把它打成以八分音符為一拍一個小節 所以有六拍 也有六拍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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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律動感 好 單拍裡面的七拍 simple septuple simple septuple 七拍也是相對比較特別的一個節奏型 七二拍七四拍七八拍 這樣子的拍號呢 就是屬於simple septuple 好 接下來是複拍 複拍一樣也是有分成二三四五六七拍 複拍裡面二拍子 compound duple compound duple 複拍裡的三拍子 compound triple compound triple 複拍裡的四拍 compound quadruple compound quadruple 複拍裡的五拍子 compound quintuple compound quintuple 複拍裡的六拍子 compound sextuple 複拍裡的七拍 compound septuple compound septuple 以上呢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好那二拍 duple 三拍 triple 四拍 quadruple 五拍 quintuple 六拍 sextuple 你也可以唸sextable 七拍 septuple next 我們要來看跟節奏相關的最後一個大觀念 就是duration 長度 音的長度 或者是休止的長度 那音符長度呢就是note duration note就是音符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a note is played is called its note dur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type of note 音符的長度的意思就是這個音會需要演奏多長 相對的呢rest duration 休止符長度就是要休息多長的時間 rests represent periods of silence in a measure each type of rest shares the duration with a certain type of note 那休止符就是在小節裡面有一些休息的拍子 休止符同樣都有對應到一個相對應的音符 它對應到哪一個音符 它的休止長度就是多長 這樣子講可能很抽象 我們來看一下音符的介紹 好 那我們有很多種不同的音符 怎麼用英文來講這些音符 我們需要知道數學裡面的兩個概念 一個是敘述 ordinal numbers 另外一個是分數 fraction 音符的長度上面其實就是算數學 簡單的數學這樣子 首先我們來看ordinal numbers 英文裡面敘述怎麼表達 一般學的基數就是基本的數字呢 是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但是呢如果要講順序的話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大家在畫面上面看到的就是 英文裡面表第幾個 表順序的數字的說法 所以first the second the third the fourth the fifth 這些以此類推下去 音符的表達上面就會用到這些 當然有一些事例外待會兒會進一步講解 另外一個數學上的概念是分數 fraction 在音樂上面會用到的分數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我們是要把它平分切割 不會有很複雜的分數 最簡單的就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跟三十二分之一 以此類推 甚至有更小的音符這樣子 那分數的說法就是 分子用基數來講 就是我們一般說的one two three four five 這些數字 那分母就要用敘述 所以二分之一分子是一 所以one 然後分母是二 但是我們不講second 是因為二分之一就是切一半 切一半我們一定用half來講 所以one half就是二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之後呢就是很規律的用敘述來講 四分之一分子是一 所以one 四的敘述是fourth 或者是quarter 那八分之一 一樣也是one eighth 再來十六分之一 one sixteenth 三十二分之一 one thirty second one thirty second 你可以把one改成a 二分之一a half 四分之一a fourth 或是a quarter 八分之一an eighth 十六分之一a sixteenth 三十二分之一a thirty second 好 講完了這兩個數學的英文講法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音符的講法 好我們先從全音符來看 全音符就是四拍 佔滿四拍的音符叫全音符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whole note whole note 一整顆的 平分成兩個 所以四拍分成兩個變成兩拍 half note half note就是whole note把它切一半 所以叫half note 二分音符就是把全音符分成兩份 Alright 再來四分音符 全音符分成四等份 四拍平分成四等份 所以是一拍 一拍就是四分音符 也就是quarter note quarter note 四分音符 再來我們把全音符 平分成八等份 就變成八分音符 兩個八分音符就等於一個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是一拍的話 那八分音符就是半拍 二分之一拍 但是呢八分音符呢 它是全音符分成八等份 所以是eighth note 接下來呢把全音符分成十六等份 就會變成十六分音符 sixteenth note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三十二分音符 將全音符分成三十二等份 你會得到三十二個小拍 thirty second note 這些音符長度的總表 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這樣子 相信大家可能有聽到不同的音符的講法 我也幫大家整理出來 英美人士呢說法不太一樣 全音符呢在美智是叫whole note 在音智則是叫semi-brief semi-brief這個字最早是 是在一一五一六年的時候被發現開始使用 那二分音符呢 美智是稱呼它half note 那在音智裡面是叫它minim minim quarter note四分音符 在音智呢它有一個名字很難念 叫crochet 八分音符 eighth note 在音智的體系它是叫做quaver quaver sixteenth note十六分音符 在音智裡面叫做semi-quaver semi-quaver semi是一半的意思 所以quaver分成一半 semi-quaver就是十六分音符 最後呢thirty-second note 三十二分音符 是再將十六分音符分成一半 所以demi也是二分的意思 所以demi-semi-quaver 就是三十二分音符 一直切切切切切一半 好的 所以呢以上就是簡單的介紹音符 接下來呢讓我們來看一下修指符 以上是剛剛看到的這個音符 那它們相對於你的修指符就是長這樣 ok 所以你只要在音智的說法 你只要在那個音符的名稱後面加上rest就可以了 那在美智的說法呢 就是把note換成rest就好 把音符換成修指符 所以全修指符 音智就是semi-breath rest 在美智就是whole rest 二分修指符 在音智是minim rest 在美智呢是half rest 四分修指符 crutcher rest 在美智呢是quarter rest 八分修指符 quaver rest 美智是eighth rest 十六分修指符 semi-quaver rest 在美智是sixteenth rest 三十二分修指符 demi-semi-quaver rest 在美智是thirty second rest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結構 全音符它的長度如果換成不要有聲音的話呢 就是全修指符 那它是倒過來的一個帽子 就有點像街頭藝人收錢的那個帽子 要倒著放 那切一半之後二分音符 它所相對應的修指符就是half rest 是蓋住的帽子 正的帽子 四分音符它的相對應的修指符 quarter rest呢是長這樣子 它所對應的修指符就是quarter rest 八分音符所對應的修指符 eighth rest 十六分音符 sixteenth note 十六分修指符 sixteenth rest 三十二分音符 thirty second note 三十二分修指符 thirty second rest 以上就是duration這個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這支節奏相關的影片有幫助到你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還請多多支持 訂閱音樂家的頻道 分享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有需要學習英文 或者是對音樂很有興趣的朋友 都很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音樂的大社群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See ya 我們下支影片見